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6号 星期四的VOA卫视 我是樊东宁 今天是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120岁名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针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发表了讲话 我们稍后将有来自北京记者的连线报道 以及中国历史学家的深入分析 请持续锁定VOA卫视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不过新闻的一开始首先要带你关注的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天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参拜了 被很多邻国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象征的靖国神社 中国和韩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领部分阁员 在东京参拜了靖国神社 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 安倍晋三说他参拜靖国神社 并非有意伤害邻国的感情 而是对战争死难者表示敬意 以及对东京永不再战的承诺 非常遗憾的是参拜靖国神社 已经演变成政治和外交问题 我执政至今已有一年 选择今天到此向亡灵们报告一年来的进展 重申我对和平的承诺 以便我们永远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战争创伤 安倍在记者会上特别谈到日中关系和日韩关系 安倍晋三说 参拜靖国神社内阁大臣都希望进一步同中国和韩国建立友好关系 都认为日中关系日韩关系非常重要 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将有益于日本 中国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参拜靖国神社立即做出反应 中国官方媒体称安倍晋三参拜 供奉有二级假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粗暴践踏了中国和其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 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悍然参拜供奉有二战假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中国政府对日本领导人粗暴践踏中国和其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 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 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 一些中国民众也对中日关系的最新动态 以及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发表评论 一位姓田的公司雇员说 他还是保留着原有的那种军国主义那种思想 想那种大日本帝国的那种思想 他并不是想要亚太和平亚洲和平和整个世界和平 他实际上这种的带来的不是伤害了中国人 整个亚洲对他当年二战侵略的国家都是一种伤害 还有中国民众说做事日本一意孤行已经无济于事 中国应该采取行动 这位女士说 我觉得咱把不要老看他的一些作为 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了 他们我们已经真的没有话跟他去说了 不要去说了 我很气愤真的 此外韩国也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愤怒 韩国政府发言人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刘震龙 星期四说 安倍首相无视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警告 刻意美化日本的殖民与侵略历史 悍然参拜共有二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韩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度失望和愤怒 他说 日本如果真诚地要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首先应当否定其侵略历史 不再美化侵略战争 承认自己的过去 向遭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邻国诚恳悔改谢罪 一位首尔的市民说 德国政府就清楚地表明 他们所有的人都对希特勒时代表示道歉 日本也学习德国的态度表示忏悔 另外一位首尔的公司职员也说 我觉得这很令人气愤 这不但是韩国痛心和愤怒 全世界的人都如此 我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 靖国神社供奉着将近250万日本战争亡灵的牌位 其中包括了14名二战战犯 日本领导人定期参拜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 但是自从2006年以来 这是日本现任首相首次参拜靖国神社 有观察人士认为 安倍此举将进一步恶化 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 2014年将是东亚地区关系严峻的一年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VOA卫视新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而VOA卫视驻东京和北京的记者 现在已经等待在线上了 要带我们掌握事态的最新发展 并观众朋友们提供最全面 最深入的报道 我们首先来看看 东京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 安倍晋三宣称 参拜靖国神社 是为了对战争的死难者表示敬意 以及对东京永不再战的承诺 并无意伤害邻国人民的感情 而日本朝野各界 对于安倍的做法也褒贬不一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视讯连线 请VOA卫视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 来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发展 小玉你好 东年你好 东年 昨天您还提到了要关注安倍晋三首相 是否在今天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 还真被您说中了 今天安倍晋三果然参拜了靖国神社 不过实际上日本国内对于这一举动 还是表示出了极大的震惊 因为我们都知道安倍晋三一直是没有放弃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 但是面对日中日韩关系陷入了近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日本舆论大多数还是认为安倍很难冒这样大的政治风险 星期四上午安倍晋三身着黑色礼服参拜了靖国神社 那么这是刚才我们在新闻中也提到了 这是2006年8月15号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以来 日本现任首相第二次再次参拜日本参拜靖国神社 那么安倍晋三在参拜靖国神社以后发表了书面声明 他提到了这次参拜只是为了去向为国捐躯的阵亡者表示哀悼和敬意 完全没有要伤害中国韩国国民感情的这样一种想法 他还提到了愿意与中国和韩国建立友好关系 那么日本国内还议论这次参拜到底是属于政府行为还是私人行为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下午表示这是私人行为 因为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时的献花费用是私人出的 就是说安倍晋三本人个人出的 但是也有媒体报道说安倍晋三在参拜靖国神社时 在签名册上注明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 为此他的行为到底属于哪一种性质 估计在日本国内还会要引起一番争议 另外我们提到的是安倍晋三的行为在日本国内 到底引起了哪样怎样的反响 现在无论是政界还是经济界 还有包括这个阵亡者的遗属团体在内呢 都发表了各种的这个反应 那么总结来看呢 有两种反应 一种呢就是说非常赞同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一种意见认为呢 这个像阵亡者表示哀悼 这是每个国家的首领都做的事情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呢 安倍的行为刺激了中国邻国等亚洲国家 会给东亚地区的这个紧张呢 进一步提升东亚地区的紧张 另外呢 有些分析界人士呢 在提到这个问题时呢 认为为什么要在今天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当然一方面呢 安倍是在他第二次上台一周年之际 对他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另外有一种意见认为呢 安倍晋三上台一年以来 他一直在忍耐 是为了照顾中国与韩国的关系 但是他的忍耐并没有得到回报 与中国韩国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好转 另外一种分析认为呢 实际上安倍是利用了日本国内的反华和反韩的情绪 我们知道目前在日本国内 反华和反韩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 安倍晋三分析认为呢 安倍晋三正是利用了这种情绪 但是分析认为呢 这种政治利用呢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有可能刺激呢 双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 使这种情绪呢 难以得到控制 好的小玉另外我们盘点 安倍内阁过去这一年来 有很多的行动 包括了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个问题上呢 拉拢美国对抗中国 还有日前公布的这个新防卫大纲 和国家安保战略 都可以说是让这个原本就已经因为岛屿争端 而持续紧张的中日关系 更加的雪上加霜 那么现在安倍趁着他执政一周年的机会 参拜靖国神社被很多人认为是为 已经遍体鳞伤的中日关系 再补上了今年的最后一刀 那么究竟安倍此举会对中日关系 造成多大的伤害 你想请小玉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小玉 是的 刚才我们的新闻已经提到了 这个中国政府已经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今天下午呢 这个中国驻日大使呢 程永华亲自到日本外务省 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 他还对日本媒体 还对这个媒体表示呢 这个靖国神社呢 是日本对外侵略的这个精神支柱 也祭祀着二战甲级战犯 那么安倍的行为呢 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挑战 同时呢 他还透露呢 安倍的行为呢 将使日中首脑会谈呢 更加难以实现 另外呢 我们还注意到呢 今天星期四 美国驻日大使馆呢 发表了声明 提出呢 这个美国政府 对于日本领导人 采取了这个恶化 与邻国关系的行为呢 表示了失望 为此有日本媒体分析说呢 安倍的行为 不仅会使日中关系 日韩关系进一步恶化 甚至可能要波及到 日美同盟关系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小玉 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 连线报道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参拜靖国神社 不但引起了中国和韩国政府的 强烈抗议 连美国也表示遗憾和失望 当然也激起了中国民众们的 强烈反弹声浪 继续我们就透过视讯连线 请VOA卫视驻北京的记者 东方来为我们介绍 中国各界对于安倍参拜 靖国神社的一些反应 东方您好 是的 东京您好 那么安倍呢 他选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也就是习近平率的七常委 去参拜去那个毛泽东的遗体之后啊 一个小时 然后去参拜靖国神社 那不少网友呢 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而且是精心策划的这个时机 那么中国外交部和媒体呢 我们知道在先前啊 报道日本前首相 小泉淳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呢 平凡用了一个词叫做 参拜靖国神社 是是败鬼 小泉败鬼 安倍败鬼 但是呢 今天的外交部和官媒啊 都没有提到败鬼这两字 我想啊 很可能是担心外界啊 把这个日本啊 这个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中国领导人去毛泽东纪念堂 这个相提并论起来 那么这一次呢 中国的反应显然是超出了一个级别 我们看到是外交部部长王毅亲自会见了啊 召见了穆斯昌仁对这个事情啊 进行进一步的交涉 以前呢 就是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在例行记者会上呢 说一下而已 那么今天秦刚呢 是先在早晨对央视记者和这个 和凤凰卫视的记者呢 有一个谈话 那么下午呢 又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呢 对这个事情用了言啊 就是非常这个愤怒愤慨 要求日本承担这次参拜的一切后果 那么这个一切后果四个字呢 在中国坊间媒体上 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广泛的讨论 那么一切后果包括什么后果 政治的后果 经济的后果 难道还有军事上的后果呢 所以呢 这个 也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外交部 亚洲司司长呢 罗兆辉 在网上呢 在外交部的网上呢 与网友进行交流 称呢 这件事情啊 是中国人 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亚洲人民的感情啊 造成极大的伤害 那么要求 也要求日本要承担 优辞引起的一些后果 那今天的国防部发言人呢 耿燕生 对设立东海 防空识别区 一个月以来呢 就是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说一个月以来 中共呢 共识别了外国的军机 外国的这个800架次 进入防空识别区 那么 中方出动侦察机 预警机和战斗机 执行巡逻警戒 有一点点那个意思啊 就这个 进行军事上的反习的意思啊 动力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VOA卫视 驻北京的记者 东方为我们所做的 连线报导 观众朋友们 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关注更多 我们有关于 安倍参办靖国神社的 最新报导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而稍后的 中国网络观察 记者齐之峰 也会有相关的报导 请您持续锁定 VOA卫视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好的 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我们还要带您关注 北京高层 今天究竟是如何 来纪念毛泽东的 名诞120周年 欢迎回到 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中国星期四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周年 毛泽东创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政近30年 不过中国人 对他是毁育参半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习近平和李克强等7名 中共权力最大的 政治局常委 12月26号 到毛主席纪念堂 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 并对毛的遗像 三鞠躬 近日 中国各地陆续举行了 被官方严格控制的纪念仪式 星期二 在毛泽东的出生地 湖南韶山举行了包括 向其塑像陷进花圈的 大型纪念活动 中国官方的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 还包括了展览 音乐会 以及电视的特别报道等等 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内 也准备了专题纪念的展览 陕西延安则举办了 以中共革命道路 和中国梦为主题的画展 而在江西的井冈山 一些游客和当地的官员 身穿红军军装 在山间道路上行走 以此纪念毛泽东的诞辰日 毛泽东在国际上被广泛视为 是一个独裁者 其专制统治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 而今天毛泽东名单120周年 也有一些民众和媒体称之为毛淡节 今年活动的规格 以及习近平的讲话 都被视为观察中国共产党 左右倾向以及习近平 施政路线的一个重要指标 下面我们继续透过视讯连线 请VOA卫视驻北京的记者东方 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东方你好 是 东您好 那么今天早晨 我想北京最大的新闻 就是这条悬念终于被证实 那么中共政治局七常委 在习近平的带领下 前往天文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 参观了水晶关里边 躺过的毛泽东的遗体 并且向毛泽东的坐像 也就是毛泽东那个雕像 是在一进大会 一进那个纪念堂前面 他们七个常委站在第一排 后面还站了两三排人 然后向毛泽东的坐向三鞠躬 今天这条新闻是在中国的新闻联播里边 放在后面一点播出的 那么没有我们想注意到 就是没有七常委进那个毛泽东的那个纪念堂里边 围着毛泽东的那个水晶关里面遗体 张仰遗体走一圈的那个内容 只是一个远远的那个远景 那么随后呢 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纪念毛泽东的座谈会 那么我们也关注习近平呢 发表了一个长篇的讲话 习近平这篇讲话非常的长 里边呢多处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语录 我注意到呢 他在讲话里边确实是承认了毛泽东 在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呢 习近平引用邓小平的话说 攻击是第一位的 错误是第二位的 另外习近平还在讲话里面说呢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 要求在历史的那个以历史的眼光 按照当时的历史来评价这个毛泽东 那么今天呢我也有去天安门广场 亲眼看到广场上加强了警戒 到处是保安武警警察 那么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话 要排个很长的队 要搜身搜包 那么我在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前面 侧着想拍照的时候 拍那个毛泽东纪念堂的时候呢 就被警察阻拦 让我赶快走开 总的感觉是呢 我们觉得这个中国有些媒体提出来 想把这个毛泽东的诞辰 把它变成了毛诞节 那么想和一天前的圣诞节齐名 成为一个中国人欢喜快乐的节日 但是我在广场上 的确感受不到圣诞节那种北京到处张灯结彩 欢喜庆祝 何家还剧 护送礼物那种举世欢腾的气氛 那是一点都没有 相反的感到一种消杀的气氛 在其他庆祝活动方面呢 你们刚才也啊 我们的报道也有报道 毛泽东家乡的湖南韶山 那么今天早晨呢 有一个万人吃长寿面的活动 希望毛泽东能够万寿无疆 我看到还有好多面 好像没端过来 就被哄抢 另外呢 有消息说毛泽东的一个侄子 毛远欣化名 在韶山参加的纪念活动 结果被人认出 被民众扔了鸡蛋 还把他迫害了一个烈士 叫张志兴 大声喊的张志兴 张志兴 在微博上 当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 有的网友就在中国的微博上 发表行动说 有七常委向毛遗体 敬献了花圈 那么围观者有六十年代 被饿死的三千万恶魂 和文革中被迫害打击自杀的 各种冤魂上百万 那么还有的这个网友 他认为这个毛泽东活着的时候 你去爱戴他 这可以原谅 因为你怕他 到今天了 你现在口口声声的 还说你爱戴他 只能说你太笨太懒 不知道看书反思 稍加思考就知道 这是一个反人类 反常识 反人伦 出卖主权的筷子手和政治片子 那么有一个著名的 这个网上的 这个公共知识分子 叫五月散人 他认为呢 他说这个公共评价 一个历史人物呢 当然是必须的 他也呼应 习近平讲话里边的 说是一个历史的观点 来看毛泽东 那么他认为呢 如果有利于 这样做呢 有利于汲取历史教训和经验 所以呢 他建议 为了能够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那个时代 那么他要求 要完整的公布 现存的 从1945年中共建政 到76年 到这期间啊 他死的期间呢 他反右斗争 大跃进 大饥荒 文革的 这个所有的档案 你都要公开 从而才能对这个历史 做出一个 对这个所谓的 毛泽东这个伟人啊 做出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 那么所以呢 他说这个 不知道中共会不会这样做 这个东宁 好的 我们知道东方另一方面呢 北京方面 今天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那就是赵紫阳的遗孀 在昨天晚上在北京去世了 那么目前一个最新的情况 是怎么样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东方 据那个赵紫阳家里边的人呢 发布消息呢 是赵紫阳先生的夫人 梁伯奇是 昨天晚上22点10分 在北京医院辞世 当时正好是圣诞节 那么他的子女说呢 根据他的遗愿 要求把母亲的后世 一切从简 以家庭的方式送别这个老人 当时据说呢 梁伯奇辞世 安静 宁静安详 已经95岁了 那么赵紫阳去世以后呢 据说这个家属的孩子们呢 因为担心母亲的健康 没有敢把赵紫阳 病逝的消息 告诉梁伯奇 换句话说 就是梁伯奇到死都知道 他的先生赵紫阳 已经先他而去 那么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我们知道 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 被罢除 随后呢 被软禁16年 在这个北京的这个 富强活动 那么2005年1月17号 病毒 那今天呢 赵紫阳的名字 仍然是中共的禁区 网络的禁词 那么赵紫阳 付出这些消息呢 在博客上 也受到了限制 点击 上面会显示说 抱歉 内容啊 暂时无法查看 那么北京 著名的学者 吴家祥 在推出这则消息的时候呢 赵紫阳的名字中间 加了一个横杆 这样就不容易被这个 过去 那么一位湖南人 长沙人敢说 这个已经心里的人了 连名字还是敏感词 新浪管得很严啊 这个有的山东 山东的网友呢 在新浪博客上说 难道不能评论吗 评论的被评论 这么多的评论 那么近几年来呢 每逢赵紫阳的忌日 都有一些 中国的民众和公知啊 自发的 赵宅去纪念 那么今年1月 我也去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啊 在步墙互动前面 出现了一点 比如说当这个看守啊 便衣不让我进去 但最后 王雁南出 还是能够进去 也看到了很多人 就是民众啊 自发的也进去了 赵宅去悼念他 所以呢 没有过分阻挡 那么这个消息呢 通过这个王雁南本人 得到的确认 多念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VOA卫视 驻北京的记者 东方为我们所做的 连线报道 而至于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今天率领了 中共政治局常委 纪念毛泽东名单 120周年的相关活动 我们下去 下面继续通过电话连线 请中国的历史学者 张立凡教授 来为我们做 进一步的分析 现在张立凡教授 你在我们线上了 张立凡教授您好 您好 刚才前面我们 驻北京的记者 东方已经介绍了 习近平今天是 率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纪念毛泽东名单 120周年 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那么相关的活动 包括今天 习近平的谈话 还有近期来 一连串 纪念毛泽东的一些活动 您认为 习近平是不是兼顾了 国内一些各派 左右各派的一些想法 做出了一个 他的选择 您怎么看 习近平今天 针对毛泽东 纪念的一些讲话呢 当立凡教授 首先我觉得 这篇讲话 我不知道是谁起草的 但是它的语境 非常让人熟悉 就使我们想起 那种文革中的那种 热情洋溢的大块文章 然后呢 这篇讲话 大概有五六处 都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 另外还有一些 毛泽东的语录 当然我注意到 最关键的 这个几句话呢 主要是讲 这个要用历史条件下去 分析这个历史人物 那么不能把 这个历史逆境中的挫折 简单的归咎于个人 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 发展水平 认识水平去衡量 和要求前人 不能苛求前人干出 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我想这段话呢 主要是 应该视为是 对于这个 他此前所提出的 这个两个三十年 不能互相否定的 一种解释 因为有不少 这个 你舆论呢 对于 他的这个提法 感到这个 有各种的疑问 所以我想 他是在回应 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 可能这个回应 还不足以解决 大家的疑问 因为 现在不是简单的 用今天的这个眼光 去评价以往的这个毛泽东 不仅仅是如此 就是拿这个 同样这个时代的 这个语境 去考量毛泽东 也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讲说 这个 替毛迪辩解的人讲 他说这个 说毛时代 建成了这个完整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等等等等 这些说法 其实 我觉得 如果在 这个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中国人不打内战 这个 实现这个民主 宪政的政治的话 同样也可以 建成完整的 工业体系 甚至提早的 就进入 现代国家的行业 因为在战后 这个 很多国家都处于 同一个起跑线上 比如日本 比如亚洲的四小龙 在 我们中国 在毛时代 搞大搞 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时候 其他国家的经济 就已经起飞了 所以 现在的问题是 在毛泽东的手里 中国的现代化 至少被推迟了20年 那么这个 这个历史责任 由谁来负 另外 像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 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灾难 以及像大跃进和大饥荒 这样的经济灾难 都是在毛时代发生的 所以我想 今天中国 所取得的一切的经济 发展的成就 都是在 离弃了毛的这套 这个阶级斗争的 治国路线以后 才取得的 而现在中国 这个体制内所存在的 所有的弊端 以及这个所有的 这些社会矛盾 社会冲突 都是由于毛泽东的基因 在这个体制内 继续发生作用 而产生的 所以邓小平的 也有他的局限 当然我们注意到 这个讲话 也引用了邓小平 对于 这个毛泽东的一些评价 同时呢 我认为这个讲话 他也 基本上还是按照 1981年 中共中央所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的 这个尺度 来进行发挥的 但是呢 从这点上来看 这个历史评价 还是有问题的 好的 张立凡就说 这种发挥 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 尽管这一次 这个习主席 做了这样一个 长篇的讲话 他跟以往的 两位这个 总书记所做的讲话 也有一些区别 我注意到 在这个 二十年前 就是也就是 一百周年的时候 那位总书记的讲话 他里边有四处 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个 一百一十周年的 讲话 也就是这个 他的前任的讲话 有两处提到了 政治体制改革 而在这一次的讲话中 没有提到 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 就是由于 没有提到 政治改革 所以 现在有很多问题 遗留至今 而对于 毛泽东的 这个历史评价的争论 也是由于 没有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 导致了 社会矛盾 激化的结果 谢谢 张立凡教授 那当然 如果你还在线上的话 还有两个非常快的问题 想请您解释 第一个就是 今天你刚平息了 这个习近平的长篇讲话 那么从这篇长篇讲话当中 能不能看出 未来他执政路线的 一个指标 跟我们很简短的分析 另外谈到 这个毛泽东的功过 历史功过 当然今天 习近平也有一些 他自己的谈话 不过有人认为说 如果你不把当年 中国反右文革 大饥荒等等 全部的历史都摊开来 包括毛泽东 他本人一个 私人生活的历史 也全部展开的话 很难对他 做出公正的评价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 您又是怎么样看 这样的看法呢 张立凡教授 这个一直是我的主张 我一直主张 要公开全部档案 所以我认为 现在这个 所进行的是一场 不公正的评价和争论 他们现在就是说 主流的这些 所谓的学者 他们连篇累读的 发表这种 这个拔高毛的文章 但是呢 他们没有任何档案 和历史资料上的证据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这个档案 都没有公布 那么这个 我觉得在这种基础上 很难有客观的评价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是始终没有解决的 好的 还有刚才您提到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未来习近平执政路线 能不能从他今天讲话 跟今天活动中看出 我想可能会这个借鉴毛泽东的 这种铁腕政治的某些做法 就是我认为这个 现任领导人 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确实他们是在毛时代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所以他们比较相信 这种威权主义的政治 我想呢 在今后有可能 一个是利用这个民粹主义 来这个争取对于这个政权的支持 因为民粹主义这是毛泽东的 这个语境的一部分 我想这部分会被利用 第二就是会这个利用国家主义 或者民族主义这样的情绪 来这个转移国内的矛盾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毛时代的一个遗产 第三点可能就是会 用这个毛的一些个 所谓简朴啊 反腐败啊 这些个概念 来这个整肃党内的异己派系 但实际上由于毛时代的资讯被垄断 所以毛的腐败公众是不知道的 而且那个时候毛的圈子 就是腐败的圈子很小 只有毛和他周边的一些高官 他们有腐败 现在的普遍 普遍的腐败 这个体制 哪怕一个村长 都有可能享受到毛那种规格的腐败 所以现在的问题比那个时候要严重的多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当然可能对腐败 在这个一定程度上进行肃清 有助于这个维持这个政权的这种稳定 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 但总体上来看 今后肯定是一个靠铁弯来维稳的时代 谢谢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教授 今天接受美国之音VOA的访问 给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非常地感谢您 而稍后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 时事大韩节目 我们也会继续来谈毛泽东名单 120周年如何盖棺论定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继续将焦点转到台湾 台湾总统马英九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的时候表示 希望能够出席明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他说这是最适合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场合了 不过已经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明白拒绝 而有关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呢 也再次在台湾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下面我们就透过电话连线 请VOA卫视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 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东宁你好 好的 我知道这不是马英九总统第一次提出 要跟这个习近平会面 那么马总统持续提出这个类似的看法 台湾各界是如何解读的呢 永泰 好的 那么马总统他持续的提到这个话题 就是所谓马习惠 那么一般的看法还是认为说 他希望能够寻求一个历史上的定位 因为他已经是第二任期了 就是说是他最后一个任期 所以希望能够做出一些 在两岸关系上面有所突破的事情 那么不过他自己也强调了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条件还并不成熟 那么他的想法是说 现在这个条件还在这个建构当中 那么同时呢还是必须要在这个两个前提之下 就是有国家有需要 还有人民支持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才会进行马习惠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 似乎好像马习惠也并不是这么容易去达成的 可是在台湾的话 我们事实上知道从陈水扁的那个时代 他在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希望能够和对岸领导人见面 那么陈水扁他曾经到这个离就是战地前线的这个大胆岛 那么也曾经提出希望邀请当时的大陆领导人江泽民 到岛上喝茶聊天等等的 所以似乎台湾的领导人呢 都是希望能够在两岸关系上面是有所突破的 而两岸领导人会面这个话题呢 似乎好像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来落实它 以及这个落实的条件呢 到底能不能够达成 那么的确是大家可以继续去观察的一个情况 东宁 另外永泰台湾朝野各界是如何解读这个两岸领导人的会面 如果习马会或马习会 真的成真的话 是否会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呢 永泰 我想当然是的 但是呢就像刚才所提到的 能不能够达成的确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么台湾的朝野立委 我今天去立法院采访的时候特别问了一下他们的看法 那么结果是非常的分歧 那么在一党方面认为说 马英九不断地提出两岸领导人会面这个事情 然后又也指出说 中国方面已经明白拒绝了 所以他们认为 马英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似乎好像有点在自取其辱 因为对方已经表示 已经表示不愿意了 你还不断地提出这样的想法 他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不能理解的事情 那么他们是在一党方面是有一个解读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台湾 就是马政府执政之下 台湾的这个内政搞得太差了 所以不断要把这个焦点 以往到这个台湾以外的这个情况 包括两岸关系在内 不过我采访了这个执政党立委 像林玉芳立委他就告诉我 他倒是蛮乐观的 甚至他认为说马习会的这个几率是一半一半 那么我听了当时有点惊讶 那他的理论是说 现在是一个和解的时代 那么有关两岸领导人会面 他也觉得说 大陆现在也是一个国力不断在提升的国家 如果他们愿意大气一点的话 心胸大一点的话 能够让马英九总统去参加这个 在北京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会的话 他认为对于中国大陆本身的这个国家形象 也是有很大的提升 那当然林玉芳委员他也指出了 就是说当然也有实际的困难度 就是大陆方面不愿意把这个台湾问题国际化 那么也因此呢 他认为如果要让马英九总统去参加这个 所谓的国际场合 梁林党会面的话 他也承认的是有一定的难度 丁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永泰在台北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有关习马会究竟真的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要促成马习会还有哪些条件要达成呢 VOA卫视这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们将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 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林森先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现场 林森您好 谢谢东宁 今天跟我们讨论什么话题呢 刚才你看第一小时的报道当中有很多了都已经提到了 今天12月26号毛泽东是120周年的名单 那么中国现在有人说又掀起了一股毛泽东日 那么有人就说这个毛泽东日是官方主导的 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面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中国的民众当中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这个所谓的毛泽东日实际上在中国所谓改革开放之后 70年代末到80年代 然后90年代那个时候 当中国当时最初毛泽东时代所非常推崇的工人阶级 在经济利益方面感到失落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人开始怀念毛泽东 那个时候有很多出租车的司机就把毛泽东的像 就挂在这个出租车里面 那么即使是在共产党的这个退休的这个高官内部 就是关于毛泽东的这个功过是非啊 到底是不是已经盖棺定论了 一直还是争论不休的 那有人是主张全面否定毛泽东 有人就说毛泽东呢 他仍然还是对中国 甚至中华民族还是具有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种贡献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两位学者吧 一位是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 另外一位是晚年周恩来这本书的作者高文谦 这两位先生从纽约来参加这个节目 谈一谈毛泽东的功过 对 到底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的定位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林森的介绍 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稍后第二个小时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并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 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 好的 观众朋友们请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先问不要错过 好的 欢迎继续收看VOA卫视 继续带你掌握这个小时其他的重要新闻 根据赵紫阳家人发布的消息说 赵紫阳先生的夫人梁博琪 在2013年12月25号22点15分 在家人的半户之下呢 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被罢黜 随后遭到软禁16年 在2005年1月17号病逝于北京医院 而近年来每逢赵紫阳的忌日 有一些中国的民众和公知们 就自发前往赵紫阳家进行纪念 另一方面 星期四 泰国政治危机再度引发了暴力 警察向试图干扰选举准备工作的 反政府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 抗议民众无视警方的警告 冲入了曼谷的一个体育场 从而引发冲突 候选人们在该体育场登记参加 定于明年2月2号举行的选举 抗议者向警察投资石块 但后来撤退 选举的准备工作也恢复正常 有关官员说 至少有32名抗议者 在冲突当中受伤 另一方面呢 南苏丹的政府说 政府军又重新夺回了一个星期前 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的一个战略重地 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南苏丹总统基尔在发表圣诞节电视讲话时说 政府军目前已经控制了 曾经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的 琼莱省的博尔镇 效忠政府的部队已经控制了博尔镇 他们现在正在清理周边地区一些残余的抵抗 在博尔沙星期激战后的街头 已经可以看到有居民在走动 战斗加剧了南苏丹的不稳定 两年前南苏丹脱离苏丹独立 成为世界最新诞生的国家 好的 另一方面呢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甚至包括了非基督徒 都在幻度圣诞节 当然和往年一样 在这个祥和的节日的欢喜气氛当中 仍然存在着冷峻的现实 美国之音赛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在澳大利亚人们涌向海滨 沙滩上竖起了圣诞树 然而在遭到台风肆虐的菲律宾 独鲁万事却是另一般景象 妇女在收集饮水 儿童在垃圾中寻找着可食用的东西 尽管如此 素式的圣音教堂还是回响着欢快的歌声 我们可能失去了家园 失去了屋顶 但没有失去希望 在印度南方的克拉拉邦 集中文化共同欢庆圣诞节 一些华人进行传统的舞师表演 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商店里响着铃声 而武装警卫在教堂外高度警戒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警察在圣诞节这一天打批出动 一枚路边炸弹袭击了三名警察 而美国大使馆也遭到袭击 几个小时之前 美国部队举行了一场圣诞弥撒 伯利恒许日东升 回荡的钟声欢迎前来参加清晨弥撒的敬拜者 一些巴勒斯坦人从袈裟赶来 去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庆祝证诞诞节 真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些巴勒斯坦人则在哀悼一名 一天前死于以色列空隙的三岁女孩 在叙利亚举行弥撒之前也发生了暴力 大马士革的敬拜者进行祈祷的几个小时之前 阿拉伯的一些居民的家园 刚刚在新的一波空气中意味断缘残壁 现在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比南苏丹更糟糕 这个世界最新的国家蔓延着政治和种族暴力 有三万人已经在联合国的营地避难 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主持了他的首次圣诞弥撒 他要求世界为和平祈祷 为这片充斥着越来越多暴力和贫困的大地带来和平 这片大地上有如此众多的人无家可归 缺少饮水食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 美国之音卫视新闻报道 而位于内乱中的叙利亚 今日和俄罗斯的一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 叙利亚官员说 俄罗斯石油公司将不会遵守他所说的不公平的经济制裁 与此同时 美国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俄罗斯一直在敦促叙利亚各方进行谈判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叙利亚星期三与一家俄罗斯公司签署了石油协议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联盟公司在合同签署后会很快的开展工作 这家公司将不会遵守针对叙利亚所有经济领域 特别是油田的不公平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驻叙利亚大使库尔莫汉莫多夫说 政治解决叙利亚的冲突将为更广泛的双边合作打开多重大门 库尔莫汉莫多夫也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联盟公司的代表 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阿萨德的统治在叙利亚面临武装起义的挑战 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一直努力斡旋 阿萨德和反对派的和谈 和谈被称为日内瓦二号会议 将于1月22号开始 当然达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我们已经接近日内瓦会议 这个会议的成功将会为叙利亚和俄罗斯合作 在各个领域的更多合作打开大门 也将结束叙利亚人民的痛苦 叙利亚政府方面说 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冲突 导致油气管道被毁 已经给叙利亚的油田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今天东京和北京的领导人分别参拜了 要为数千万人无辜死亡的死人见面 包括了东京参拜了靖国神社 而北京则是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 那么北京对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保释强烈的谴责 却一方面赞扬毛泽东的攻击 尽管毛泽东的执政造成了更多的中国人死亡 而这种令人深思的参拜的政治 则是VOA卫视记者齐志峰 今天中国晚了观察的主题 下面这把时间交给齐志峰 好 谢谢东宁 在今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 可能将永垂世界文明史世界政治史史册 今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日两国首脑不约而同的参拜了 要为几千人几千万人死亡负责的罪人的亡灵 十二月二十六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了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中供奉着一些日本战犯的领位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主席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党魁习近平 率领中共最高领导层全体成员 参拜了位于北京的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的领目 日本侵略军攻党和占领中国大陆 造成大约三千万中国人死伤 毛泽东率领中共军队及中国人民解放军 攻打和占领中国大陆所造成的中国人伤亡 数倍于日本侵略军 仅仅在1959年到1962年期间 毛泽东制造并强行维持的人造大饥荒 就造成大约三千万四千万或五千万中国人死亡 中共当局至今不肯公布有关的数字 导致观察家们担心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政权 造成的死亡数字很可能更接近或超过现有的最高估计数字 北京当局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建国神社提出强烈的批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 中国人民完全不能接受安倍参拜建国神社的做法 并指责东京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 与此同时 中国当局的官方喉舌新华社报道说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上午九时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郁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 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向毛泽东同志坐向三鞠躬 随后习近平等瞻仰了毛泽东同志怡荣 共同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级 毛泽东生前杀人无数 迫害人无数 被害死的人包括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 被迫害的人包括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 习仲勋被毛泽东以默许有的罪名打入黑老16年 习近平和他领导下的中共宣传机关 大力宣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级 导致习近平认贼作父和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 而是毛泽东的孙子的说法 在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不禁而走 对于中共宣传机构和习近平所说的 毛泽东的丰功伟级 中国网民显然另有看法 一位网民提出的看法得到了众多中国网民的认同 这位网民写道 一个领袖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谋一分实力 黄金地带建纪念堂 一个领袖死后没有为子女留遗产 官二代官三代包括毛泽东的孙子 年纪轻轻就是将军 一个领袖不允许任何官僚腐败 却演绎着老子英雄而好汉 一个领袖心里只装着人民 却不知谁是人民 一个领袖让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在短短28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包括饿死3000万 习近平上台以来高唱赞歌歌颂人类历史上杀人 最多的暴君统治者毛泽东 如今习近平再高调参败毛泽东的尸体和亡灵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 习近平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国公众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就是在他的统治下 中国人民要使食物为俊杰 早早放弃对自由的渴望 然而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 显然还不准备放弃对自由的渴望 不准备听从习近平的劝诱或威胁 在习近平到毛泽东纪念堂参败的官方消息传出之后 中国网民在相互传递他们渴望自由的心声 传递一位网民的格言 如果人类根本上没有追求自由的心灵与意志 任何敌视自由的柏林墙与纪念堂就是多余的 如果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那么任何敌视自由的柏林墙与纪念堂都终将是徒劳的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网络观察 我们将冒险到镜3 我们将冒险到镜3 欢迎回到VOA卫视 轻松一下来看今天的OMG美语 白姐要教我们一些实用的机场用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姐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机场的用语 terminal 行站楼 Hello Can you please help me find my terminal 你好 你能帮我找下我的行站楼 在哪里呢 Sure Oh you're at terminal 2 That's straight ahead 当然啦 你在二号行站楼 就在前面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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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机口 And how do I find my gate 我要怎样找到我的登机口呢 You're at gate 30 So when you enter terminal 2 take a left 你是三十号登机口 进二号行站楼以后 向左走 Thanks 谢谢 on 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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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点 take 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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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 Hello is flight 3211 scheduled to take off on time 你好 请问 三二一一航班准点起飞吗 Yes This flight is on time We'll be boarding soon 是的 你的航班是准点的 一会儿就要登机了 好 请评论 告诉我 Which city would you like to fly to next 好 拜拜 好的 以上就是VOA为视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 欢迎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新闻at gmail.com 我是樊东宁 祝您晚安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赵婉成和林森为您主持的 时事 大家谈 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婉成林森